消防人員站在垃圾山上 喷洒水柱降溫 挖土機配合開挖 協助撲滅余境 垃圾堆裡不時冒出白煙 以及陣陣二臭 南投市垃圾零食堆置場 三號清晨五點多發生大火 當時天還未亮 熊熊火光在夜色中特別鮮艷 環保局展開移動式空品監測 空污指數沒有明顯飆高 但專家提醒這種惡臭 仍然對健康有害 堆置場裡有兩萬多噸垃圾 許多是有機物 在發酵作用後產生沼氣 可能遇到高溫或火源引發火警 由於燜燒程度減輕控制在小範圍 清潔隊仍如常清運 市工所表示跟過去相比 堆置場近期的垃圾進出量持平 沒有特別增加 南投市的垃圾就是固定一天 差不多差不多六十噸左右 貓局這邊有講說在明年五月之前 要把清洗完畢 南投縣境內沒有焚化廠 垃圾只能堆滯後再運到外地處理 埋下垃圾廠活景隱憂 民眾期盼 這塵俄已久的垃圾問題 政府能早日設法解決 大家請問南投綜合報導 學校之前 寧熙